他们都有自己顺心的工作 但他们又有难言之意 如果你出女朋友的话 你会被发现 他们为何如此困惑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为您播出的 诸武社危机 这段手机视频 是顾科刘崇志大夫 一段难忘的记忆 你看 很点心的咯咯咯咯响 还一岁半 那么点儿孩子 真可怜 奶奶给打过两针 然后带着孩子 看着眼前的孩子 刘崇志大夫心里 有说不出的滋味 原来小玉突然发热 家人以为感冒 于是奶奶就带着孩子赶到医院 希望给孩子打针 快点好 一个月过后 孩子不发烧了 但是腿成了这样 注射给小玉带来的严重后果 其实并不是个例 在2014年7月的一个月里 刘崇志大夫 就为70多个像小玉这样的年轻患者 做了囤积卵缩手术 范首哥是在南方一家医院工作的护士 21岁的他总觉得自己走路和下蹲 受到限制 走路特别像青蛙那种的 身体的不适 有时还要强忍完成 常人看来很容易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在给病人做一些护士的时候 护士就要稍微蹲下来 就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两个腿的话就张得特别开 特别夸张 很难看 他总以为这是自己身体发育的原因 个手也是没有办法 也不知道这是个病 身体上的不舒服和心里的苦闷 他只能向好友倾诉 你看我这个腿 他就能拿到这样子 他就不能撬上来了 这个腿他更加夸张 他只能这样拿起来 我想撬二两腿 想把它硬扳 使劲扳 使劲扳他都扳不上来 但是他安慰 安慰我是一方面 但是我自己觉得心里内关还是过不去 为什么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在半首歌的内心中 总是充满疑虑 于是他把自己的病症在网络上搜寻 网上无意间百度 百度的话就搜索了一下 为什么我不能撬二两腿呀 然后他就出现了那些臀肌卵缩 相关的一些症状就不能翘腿 然后的话还有不能 病息下蹲 走路的话就特别外八 然后我就感觉 那些症状怎么就特别像 为我娘生定做的一样的呢 您好 请问团经典说这个病真的要进行手术治疗吗 是的 这个病只能手术才能解决 我想通过保守治疗可以吗 从我们的经验看 一般都需要手术 通过网络 他认识了与自己有相同经历的病友 通过交流 他得知 如果早些治疗 就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了 朋友也了解这样的情况 劝他尽快治疗 带着疑问来到北京 他找到了专门研究治疗 囤积乱缩的刘崇志大夫 刘大夫发现 像半首歌这样 从事医疗工作的人 对这个疾病也不了解的情况 非常普遍 半首歌挺重的 来的时候 我很难相信他能做护理工作 他也很懊恼这些事情 所以当他在各个群人和其他的病友 在一起沟通交流的时候 他感受的是有人对他的尊重 刘崇志觉得 给半首歌治疗的信心十分重要 通过检查发现 半首歌的膝关节 已经受到臀肌卵缩疾病的影响 半首歌也纳闷 打针怎么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打轻微素 打本甲醇 导致肌肉 肌膜 变性坏死 形成了显微素带 那个肉是有弹性的 这显微素带是没有弹性的 那它就限制了髋关节的活动 虽然本甲醇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就已经停用 但是由他带来的注射之患 远没有结束 别紧张 放松放松 尽管半首歌选择了手术治疗的方式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担心 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我也有自己担忧 要是做了手术之后 它不能改变怎么办 一些症状还是走路还是像以前的样子 然后的话还是不能下蹲 那我这个手术岂不是白做了吗 刘崇志大夫治疗过几百例 囤积卵缩的病人 他深知半首歌的囤积卵缩情况比较复杂 这一点他早就有心理准备 他合并了有深层的卵缩 深层卵缩的话 以前做这种手术 深层卵缩的手术都是要切开的 为了避免给患者造成外观上的损害 刘崇志他们使用了关节镜的技术 因为它本身是个软组织 它本身没有枪系 我们要把这个枪系的话 臀部这边打一个枪系 往里边的话注入生理盐水 然后把它给它膨胀开 然后用镜子的话在里边 这样的话就能够看到里边的这个 蓝色带 脂肪 血管 神经 这项微窗技术 可以看清局部病变组织内部情况 通过使用射频刀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正式使用了这样的微窗技术 使得半手割的囤积卵缩手术 达到了创伤小 出血少 关节松减效果好的特点 半手割的康复是在痛苦中进行的 每一步的行进都是一个考验 这其中除了勇气毅力以外 就是来自家人朋友的鼓励 康复的话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做的话手术 手术给你在手术台上松解开了 然后手术台上能够两个腿并拢 区关过90度 手术台上可以翘着两腿 但是你术后能不能做到呢 不一定 练了 坚持锻炼的话 才有可能让你的功能 尽可能地达到手术中的标准 经过近三个月的锻炼 半手割走路的姿势和腿部的功能逐渐恢复了 经过相关方面的测试 半手割腿部的功能已经达到了正常的水平 很开心 终于的话走路就正常了 就没有以前那样外八字呢 心里就觉得特别激动 我那手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的话 就是改变我走路的那些姿势 这是最主要的 半手割的心里其实还隐藏着一个秘密 当他看到其他病友一个个在康复 他考虑再三 还是把这个秘密 告诉了刘崇志大夫 他说他的哥哥姐姐也是这样的 他们一共的话呢 这个一家子就是这个兄妹三人 然后那这兄妹三人都得了这个病 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然后我哥哥跟姐姐的话 也是有这个病的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书后半手割也感到 自己虽然是做医疗工作的 但对囤积软缩这种疾病并不了解 以至于耽误了自己那么多年 而哥哥姐姐与自己同样 也不知道自己患上这个疾病 如果年纪大了 生活质量肯定会受影响 我特别能够理解的话呢 这个妹妹啊 对哥哥姐姐这份感情 然后我也很让我感动的话 就是这个兄妹三个 我一定要帮他们 然后一定要把他们都做好 那我们看一看 帮你活动活动 这边的话活动活动 这个内旋还可以 挺好的 就在此时 一个山东女孩 也找到了刘崇志大夫 咨询患了囤积软缩疾病的男友 需要第二次手术 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呢 石头来自山东的一座城市 十几年前已经做过一次囤积软缩的手术 本以为当时十几厘米手术切口就可以治好他的病 结果手术过后 他腿部运动和下蹲的功能还是受到了影响 他怕影响工作就一直拖着 当时怕别人看出来 你会自己装 把自己腰板挺得很直 走路的时候很直 走在别人前面的时候 把腰板故意挺起来 然后说故意放慢步伐 就这样 就怕别人看出来自己 是不是腿有问题 走路有问题 2011年 石头应聘到一家网络公司 但是囤积软缩的疾病 给他的工作带来不少障碍 一次布置网线 他就感到很尴尬 师傅在前面干 我度目下只能说一个腿 跪着 往里扣那个线钞 把那个线扣在那个线钞里 一个腿跪着 当时是感觉 就像师傅以为说 你看 就是不爱干活 是偷懒那种感觉 当时心里挺难受的 但是你还不敢说 告诉他说 哎呀 我顿不下 还怕他笑话 后来石头交上了女朋友 但自己身上的疾病 要不要跟女朋友说呢 总有一天会知道 因为我这上面有疤 或者是看到我一些 跟一些病友 聊一下 他总会问 总会知道 对吧 干脆我就是 一无一死的都跟他说了 这样系列踏实 石头的女友 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也希望能够 长久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在他内心深处 仍然有些顾虑 听说过这种病 然后就会有些顾虑 然后呢 害怕会影响以后 会不会影响生育啊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对以后就是 有没有遗传啊 对以后对孩子 有没有什么遗传 都会问 很正常 当时问的也是 酸溜溜的心 考虑再三 石头还是决定 再次手术 解决囤积软缩 遗留下来的问题 因为有过一次 失败的治疗经历 石头格外小心 好 本来是跟我一起坐 这样人发现 我在文件下 对你能分下来吗 他们下不来 是吧 对啊 这个 像我这样的话呢 两个手交叉 歪腰手摸脚 往下再往下 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 能摸到脚吗 摸到脚 到这 我本身说这个病时间比较长 我对这个病怎么检查 或者是在哪方面自己不足 我有一定的了解 你知道吗 因为我毕竟是 囤积表说 你得看我这个活动的一个限度 如果你瞎检查 我也能看出来 当时说 他给我掰的那几个部位 至少都是我动作 做不到那几个 他跟我说的挺详细的 刘崇智打消了石头的顾虑 随即也了解到他的心事 刘大夫详细解释了 石头的囤积软缩 以及要进行的手术情况 他也了解到石头女友的担心 他说告诉我的话 口大口小 他倒不在乎 别到时候的话 好不容易找一个挺好的男朋友 然后以后的话 还指望他 这个的话 你得都给他一些鼓励 还能让他的话有变化 对吧 身边的家里人的话 都不支持他 他可能也不愿意的话 去做锻炼 对 他们沟通 然后我也了解很多 然后呢 就是心里挺踏实的 由于石头做过一次手术 斑痕和畸形 会影响对坐骨神经的观察 坐骨神经一旦损伤 下肢活动会受到限制 这也是这次手术的难点所在 所以他紧挨着 我们手术松解的这个区域 大概有多粗呢 大概有我这么一个 这个销手指头这么粗 这是人体最大 最长的一个神经 刘大夫也在向石头解释 如何用最小的损伤 来避免误伤 这个人体最为粗大的神经 疫情又很明显 所以你要去做治疗的时候的话 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也就是我们能够用微创的话 去帮你解决 那最好 但如果要是说 看到里边的话呢 看不清楚 或者说间隙比较小 那我们就把这个两个小眼 连成一条线 然后我们可以的话 用手指保护住动神经 然后再去 刘崇智大夫他们 在制定的两套手术方案后 还不放心 他们又把用于麻醉监测用的 神经刺激仪 引入到手术当中 我们把这个神经刺激仪 这个第一次用在了 对于坐骨神经的 这个部位的判断 坐骨神经的位置的判断上面 那么也就因此 我们在静下去做手术 又多了一层安全保障 使用神经刺激仪 等于给手术安全 又安装了一双监视的眼镜 可以有效地分离 轮缩带 对坐骨神经的影响 当它离神经在两个毫米以内的时候 它会导致下肢的话 明显的肌肉的收缩 那么我们再去用它 去定位这个手术松解位置的时候 如果它一直它都没有 这种神经的刺激症状 脚上都不动 我们才可以去切 正像预期的那样 石头的手术很成功 它还要有相当的时间进行康复 它能彻底康复吗 为了了解石头康复的情况 医生们为它进行相应的测试 结果发现 它恢复的情况 完全达到了康复的标准 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 来 坐个病机下蹲我们看看 能不能蹲下来 往前蹲个腰手过脚 我们再看看 行啊 恢复的不错 病好了之后 心情也好了 就是说感觉是去哪应聘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 后来就是看中了一家当地的一家 比较大的那个网络公司 当时去应聘的那个是 技术部门的出国 14年的时候在全会 在我们那儿那个举办的全会 那个沙牌 沙灯牌球 当时整个那个场地 那个网络啊 综合部线 都是完成了我们那些同事 帮忙弄的 后来石头告诉过 患有囤积乱缩的病友们 应当及早医治 而消除疑虑的女友 对石头更是关怀有加 此时的伴手哥 已经与哥哥姐姐乘车来到了医院 他们期待的结果 能实现吗 伴手哥如约带着他的哥哥姐姐来到医院 找到刘崇志大夫 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这个兄妹三个 我一定要帮他们 一定要把他们都做好 看到他们的情况 刘大夫心里有了底 经过必要的检查后 很快为他们安排了手术治疗 医生的话 并不单纯仅仅是做手术 它有一定的科学的普及的作用 然后医生的话 也并不应该和医患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话 那么僵硬 更多的是 我们可以的话 多一些交流 刘大夫认为 现在还有不少年轻的父母 并不知道 不恰当的肌肉注射 对孩子发育 造成很大的危害 他在国内不少地方 做过囤积乱缩方面的 科普知识的宣传 这样的宣传和实地指导 使得不少有这方面疾病的患者 得到温馨的提示 所以越是小孩子 目前的话都是主张 要不就打头皮疹 要不就是静脉鼠液 它避免的话 肌肉注射 对于肌肉 肌膜的一个影响 因为有过康复的经验 当哥哥姐姐手术过后 半首歌也守在他们身边 给予他们鼓励 和病药的护理 当看到兄妹三人 恢复正常走路姿态 刘崇志大夫 他心眼里高兴 我觉得我们还是挺幸运的 因为的话 在我们上一辈很多 有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的人 都是有这个病的 但是他们的话不知道 甚至在现在 在现在我们已经手术的时候 别人也还是不知道 这个情况的 然后也希望 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病 后来石头和半首歌 在医院还做起了义工 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 帮助很多病友战胜困难 让他们觉得 自己并不孤单 而本片开头讲过的 那个一岁多的小女孩 医院也与她的家人 取得了联系 在适当的时候 进行手术 漂亮的水果 好吃的水果 被食用六千年了 我们却并不了解它 深入各行各业 走进科学 带您看透 这水果的秘密 感谢观看